在公司一個人吃午餐孤獨嗎? 一個人打電腦工作寂寞嗎? 讓洋蔥陪你度過一整天的工作時光 洋蔥五人組陪你吃午飯 人行立牌 不站位又能療癒你的負能量 蝦皮線上開始販售 現貨販售完為止喔 可以單買或購買整套都行 另外爛命一條擋泥板 也重新少量上架 機車族歡迎下標 因為之前有一疊放在倉庫沒看到 忘記賣了可可 每單隨機贈送洋蔥又有卡貼喔 點資訊欄或置頂留言購買 哈囉大家好 上週說到20年前電腦平板不普及的娛樂 包含抽片前字卡 紙飛機 聽CD等等 今天再來分享更多幾乎不花錢 但卻玩得很投入的各種童玩吧 安娜線 這是台灣傳統的童玩 也稱豆片 拼拼 把當紅歌仔戲或動漫人物做成塑膠片 有些直接做成人形 有些是圓形 可以蒐集 也可以跟朋友戰鬥 規則是互相彈射 蓋在別人上方就贏了 有些同學會定下 贏得可以拿走輸的人的卡片的規則 這非常可怕的任性果然愛得不 耶 低屬是我的了 但也因為賭 讓我覺得這個很容易膩的遊戲 變得很刺激 發財了 我贏到好多豆牌了 喂你以為這是錢喔 那時還有圓形的神奇寶貝指牌 大家邊打邊收集 有個朋友因為財力雄厚 永遠都拿些垃圾腳出來比賽 輸了不痛不癢 最帥的都不拿出來賭 哼給你吧 這醬我已經連銀他五場了 但他一直拿什麼鐵家用來跟我比 爛牌 我一點都不想要 我想要超夢啊 為了拍這支片的畫面 我特別去蝦皮買 應該很便宜吧 哇靠真的假的 一片四十五 我以為一片三塊差不多耶 還有這個原子牌二手的一張十元 原來我以前真的發財了 這讓我拍完也捨不得丟掉 就送給真的想要的人吧 留言我要豆牌 我就從留言裡面隨機抽一位 整包寄給你 漫畫店 小學的我發現一件事 電視上的七龍珠 我必須等一整年才能看到的魔人譜物片 竟然在這漫畫店 能全部一次看完 雖然是黑白的 那時一本漫畫內月只要五元 一本看二十分鐘 一小時漫畫店只賺十五元 到底賺什麼意思的 現在一堆人去夾零食 二十分鐘就花五百元耶 記得那時候姑姑要去老街 就給我跟表弟十元 來 你們去漫畫店看書 我去逛街 你們要乖唷 我們很開心的 打算一人租一本漫畫來看 按往看港漫 格鬥天王兩千 這兩本內月十四元喔 原來有些比較大版的漫畫要七元 我們只有十元 所以只好退掉 去換比較舊的漫畫 非常刻苦的挑選 我們花了二十分鐘看完一本 然後呆住在漫畫店等姑姑回來 等了一小時 姑姑真是很角色 用十元讓我們吹冷氣一個半小時 這就是低消中的低消 漫畫店 後來我媽一周會帶我去漫畫店一次 一次可以外借三本 八成三等於二十四元 因為怕我近視 所以只能借少少的 回到家後 我興高采烈的看完 看完後再一直重翻 看到膩為止 隔週再去接續集 哼一周花二十四元 就讓小孩的開心 真划算 當年回了這樣一周三本 把老父子一百集全看完 後來有一次去漫畫店遇到同學 唉唷 你也有玩漫畫 對啊 媽媽那我就自助這些 好 一次借二十本 媽媽 人家都一次二十 不許 人家是人家 唉 不自足的小孩 洋蔥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娛樂 漫畫店吹冷氣 比綠蓋還低消的低消 一小時平均只花十五塊 安親班同學們自行衍生的遊戲 小學的我 曾換過數間安親班 當年的安親班 休息時間 大家要嘛在電視前看電視 要嘛出去打球 而因應當年同學的個性及流行 常常會衍生出一些自創的小遊戲 A安親班衍生的遊戲 庫洛魔法石卡牌射擊 當年A安親班 只要擠滿五點乖寶寶點 就可以換一張庫洛魔法石卡牌 我猜老師是去隔壁數據買一整碟吧 我其實根本也不知道這什麼動畫 但大家喜歡 我就跟著喜歡 因為安親班有一條很長的走廊 我們只要拿到卡牌 就會拿來射 看誰射得遠 我贏了 最遠 並且還會列出哪幾張牌射的最遠 博君的那張希望卡 真的很強 射超遠 所以圖案跟射得遠不遠 到底有什麼關係 有一次我們去跟老師換 給你們喔 老人 好醜 這張是 豬腳 小鷹 你幹嘛 那是我的 是我的 欸是怎樣 剛剛沒有說是誰的 我是隨便發的好不好 但是剛剛老師就是給我的 雖然我沒看的動畫 但瞎子都看得出那張牌比較特別 應該是那副牌裡的卡王 但老師也沒在管公平心 就給你們了 要吵去旁邊吵 我們爭執了整個下午 這個老人卡牌跟小鷹卡牌 我時殘難打不放棄 阿文一直擄小我 來 不 最後放學時阿文爸爸來了 我問小朋友 你的爸爸來囉 請準備下樓 算 我也不想要了 借我一下 借我啦 根本不巧 那麼近 爛牌一張 然後他就走了 所以圖案跟射的原木園 到底有什麼關係 超好笑的小學生吵架 我就這樣小心翼翼的 帶著小鷹回家 在車上 我一直在看著這張牌 我愛小鷹 我愛他 我會永遠保護你 兩個禮拜後 這張牌就被遺忘了 我連丟到哪我都忘記了 大家開始玩溜溜球 就有玩超速龍球 蛤 小學生的吵架也會很快和好喔 小時候的娛樂 庫洛牌射擊 花費 老師花了100元去書局買了一整袋 發了一學期 小三時我轉去另一間安親班 流行的遊戲完全不同 那時很多小朋友不是從哪裡 生出一堆小公仔 各種卡通雜七雜八 大家先挑選三隻出戰 用手按壓 把對方公仔推倒就算勝利 進攻 但直接推摩擦很痛 呃手指好燙 所以大家都會舔一下手指 然後推 這個口水推公仔 在安親班流行很久 真的不知道哪個屁孩 發明出這套玩法 班上的孩子王阿浩 有一隻超寬胖的戰士 幾乎不太會擋 殺片天下無敵手 什麼Z王浩 可以借我玩一次嗎 這公仔肯定沒在洗的 我摸他的公仔又舔手 又有人都可以跟我借喔 耶 很大方又沒價值的孩子王 呃Z王號上面不知道多少人的口水 真的很噁心 有一次我媽看到 你在幹嘛啊 大家都這樣啊 嚇什麼這樣 後來我就改拿水杯裝水來推了 早點這樣不就好了 但此時 這遊戲也不太流行了 玩膩啦 流行就是過得這麼快 大家都可以來玩我的豆牌喔 一張比拼 這是在補習班C衍生的遊戲 櫃台老師拿出一碟紙 速度比賽開始 誰能蓋章蓋最快 就能得到奶茶一瓶 開始 大家拼了命的狂蓋章 大概一周會舉辦一次這種比賽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我那次蓋的是什麼帳 耶 蓋完了 來 第一名 給你去買飲料 謝謝老師 老師好大方喔 是他們要幫我清飲料耶 現在想想 老師真聰明 一瓶麥香 還來個比賽制 這樣就不用每個學生都請 三人做工只發給一人薪水 十元請同工幫自己做事 狠角色 鬼抓人 這遊戲小時候我就覺得 根本健康有氧運動 規則是鬼 碰到人就換人當鬼 快被鬼碰到的時候 大喊紅燈 鬼就不能抓你 必須等其他人來拍你 並喊綠燈 才能繼續行動 這個胖子總追得到了吧 紅燈 幹 根本抓不到人啊 搞屁喔 我發現的根本就是一個霸凌鬼的遊戲 紅燈就是拿來噁心鬼的 所有人都躲起來 都知道鬼的動向 鬼好不容易發現人 只能憑實力 用超越他的速度追上人 一個沒追到 就要去追下一個 但體力同時也耗了不少 惡性循環 像我這種跑速比別人慢的小胖子 最好抓得到啊 這遊戲太吃身體素質了 而且每次這遊戲的結束方式都是 大家累到不能動為止 根本就沒有一個結束的時候 要不要 要不要 我們休息 不玩了 破遊戲 我小時候就覺得鬼抓人 超無聊 幼稚園的時候 我跟同學都會去樹下看螞蟻洞 然後用樹枝搓 有時候搓一搓 螞蟻就會請草二叔 我 螞蟻大王 螞蟻大王出現了 我們下課常玩這遊戲 不是每次都找得到 但找到後 成就感 但長大後 覺得很殘忍 人家好好的不愛著你 還搞人家 我真心的 懺悔 因為這個回憶 我長大後看到螞蟻也盡量不殺 都是希望他趕快爬進他的洞 除非真的太多 不然我都無失 最後 再補充一些上週網友留言的兒時娛樂 很多我也都玩過 踢箭子 一個箭子五元 可以玩好幾節下課 但是我從來就踢不到五下 覺得很無聊 10元抽盲盒電板 以前小學福利社都會賣卡通電板 都會用紙包好的 看不出傻款式 拆開才知道 會有一個同學就靠著抽根交換 收集了50張不同圖案的電板 下課時就會拿出來給大家賞月電板 富翁 殘寶寶 小一小二的時候很流行 買一組帶回家很臭 為他吃商業 店家在賣 卻沒宣導正確的飼養方法 沒多久就被小學生養死了 而且死的方式七成都是被螞蟻吃掉 真的覺得殘寶寶真可憐 撿石頭往河裡丟 看誰丟得遠 這我小時候常常跟表哥玩 而且我也撿到乾掉的狗大鞭鍋 還有一次去海邊 要拿貝殼丟 結果撿到人家吐出來的小豬雷 被我媽罵 泡泡膠 我到現在看到都會買 努力把它吹大 但吹越大越薄後 它就會開始波動漏氣 做好泡泡後一拳把它打爛 感覺自己很強 紙棒球 把報紙揉成球狀 用膠帶捆起來 找一根棒子來打 最樸實又免費的棒球 可以玩很久 其實有點難 做醬草拔火 這也是我奶奶強推我玩的好玩免費遊戲 把皮撕開留下細絲 兩邊互相拔合 看哪個斷掉就輸了 最重要的是 這個遊戲可以一個人玩 左手跟右手玩 邊緣人最適合喔 一個紙袋裡面有很多東東 打開可能有塑膠鍵 亂七八糟的貼紙 塑膠玩具 雖然我都不喜歡 根本垃圾 但賭博就是興奮 沖天炮 小時候因為很多鞭炮都很貴 頂多就買沖天炮仙女棒 表哥還會拿著往上射 沖天炮就是要這樣玩 真的很危險 請勿模仿 那麼 以上就是這次分享的童年樂趣了 跟上次相比 這集很多遊戲都更不花錢 是在有限的資源中衍生出的遊戲喔 大家也請留言 小時候玩遊戲的敘事吧 下次見 最後別忘了快來購買 洋蔥五人組 人形立牌 網址在留言跟資訊難處 阿文咧 阿文咧 阿文是哪一個 阿文是哪一個 那 文君呢 那 洋蔥呢 那 洪傑呢 洪傑 洪傑 洪傑咧 洪傑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atau 那 他的 ше 好 不會 哪 匪 emphasized